第一节,保罗说,我们这些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,或者说应该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。 分担或者担待也被翻译作忍耐。 有时候,一个强者的忍耐对于一个软弱的人而言是最好的分担与担待。 只是强者常常无法体会软弱的人到底在干嘛。 在十多年前,我还没有从学校毕业,那个时候我已经现身要做一个传道人。 在我求学阶段的尾声呢,我发现我自己得了癌症。 哎呀,那么年轻,得癌症,好像晴天霹雳。 然后接着,有一段时间,我就出现了一个行为。 当时连我自己都吓到。 我出现了什么行为呢? 这个行为是,我每天早上会起床读圣经。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? 但是怪在哪里呢? 怪在我在读那个旧约,非常艰深的那些历史书。 那些人的名字都是四个字,五个字,然后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历史书。 为什么我会早上起来去读那种,哎呀,会打瞌睡,看不懂的内容呢? 当下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,我的动机是什么。 我要跟上帝说,主啊,平常不太读圣经,特别不太读旧约。 我现在多读一点,拜托让我病好吧。 我非常清楚知道那是我内在的动机。 我非常清楚地晓得,我试图借由早早起床读一段很艰深的旧约, 来让上帝对我多一点关爱和医治的垂帘。 而当下我就知道,天啊,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? 这是何等软弱,何等忽略旧恩,何等藐视上帝, 奇妙拣选的想法,居然想要借由多读点圣经, 然后,啊,上帝你就可怜可怜我吧, 看我读圣经那么辛苦就医治我吧。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? 但是,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, 我深深地体会什么叫做一个软弱的人。 这样子的人,你应该斥责他吗? 说,你应该回去好好地读一读罗马书, 回去读一读加拉太书, 你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一点帮助都没有, 合上你的圣经,不要再读圣经了, 早上起来是晨跑吧, 你可以这样斥责他吗? 或许可以,但是,保罗提醒我们, 想办法帮助他们, 分担他们的重担和软弱, 因为我们是信心坚固的人。 当然,我并不是说我那样子的想法是对的, 只是,上帝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些不可思议的软弱,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接着,保罗在第一节的后面, 又讲了一个追加一条, 除了分担,除了帮助他们之外, 还要不求自己的喜悦。 另外,有圣经翻译成, 不追求满足自己。 一个信心的强者, 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, 有时候,彰显那个信心的行为, 所追求的是自己的满足之后的快感。 每其名,叫做我做事很有原则, 我有勇气实行我的信念, 但是你要很小心地分辨, 你是否只是为了顾自己的喜乐任意而行。 那是一个内在微小的差别。 有时候我们追求公义, 有时候我们伸张真理,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公义爱与真理的本身, 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, 我自己的喜悦, 讲白话一点,叫做快感。 那是一种, 虽千万人无枉矣的快感。 但是, 你的动机, 我们的动机, 保罗说, 不求自己的喜悦。 不求自己的喜悦, 那要做什么呢? 要求灵人的喜悦。 第二节说, 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。 讲到灵舍这个字, 我想我们很直觉地会联想到一个关于什么的教导啊。 讲到灵舍, 我们会想到耶稣讲过一个比喻, 那个比喻在谈关于什么事情呢? 爱。 有人问耶稣说,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? 耶稣就讲了一个路人被打的比喻, 然后就好多人来来去去, 然后耶稣说, 谁是那个他的灵舍呢? 哎呀, 就是那个爱他的灵舍, 爱他, 帮助他的那个人。 耶稣说, 你要爱灵舍如同自己。 讲到灵舍, 显然保罗用爱作为他接下来所谈的论述的根据。 叫灵舍喜悦。 你知道吗? 在每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的背后, 都藏了一个等待被满足的需要。 问题的背后一定都有一个人的需要。 每一个troublemaker, 他的里面都有一个等待被接纳和理解的心灵。 如果你只看见了问题或者是那个trouble, 或许你可以解决它, 但是你没有办法讨灵舍的喜悦。 这里讲的要叫灵舍喜悦, 就是相对于第一节, 不要追求自己的喜悦。 不求自己的喜悦, 乃要求灵舍的喜悦。 因为, 如果, 如果, 相对于讨自己的喜悦, 那不如讨灵舍的喜悦吧, 并且是为了他的益处。 不是让他高兴就好, 不是讨他高兴, 他高兴什么都好, 而是为了他的益处。 你就说, 那如果两个冲突怎么办? 我为了他的益处, 他就会不高兴啊, 小孩不就这样吗? 哎呀, 不可以吃这个, 他就不高兴了, 那我到底是不给他吃, 还是让他高兴呢? 请不要进行这种无趣的逻辑辩论。 当你谨守爱的原则和诫命, 你就不会不择手段地成为一个正义的使者化身。 当你谨记爱的原则和诫命, 你就不会不择手段地成为一个正义的使者化身。 的确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, 我们要讨人的灵舍, 要叫灵舍喜悦, 又要为了他的益处, 常常充满了表面的张力。 但是, 爱的诫命和原则, 却可以帮助我们平衡,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? 接下来, 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动机。 以上这一切, 并不是出于你的修养很好, 个性温顺, 爱好和平。 而是第三节说,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 作为一个信心坚固的人, 若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的身上,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, 就会因着耶稣基督也是如此, 我们就有信心说, 主啊, 让我们也如此吧。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, 不求自己的喜悦。 耶稣他终其一生都在挣扎, 要符合天父的意思, 还是符合自己的意思, 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前, 他仍然面对了这个挣扎, 你说何以见得, 他应该充满了快乐的要上十字架, No,从来不是这样。 他的祷告是, 主啊, 如果可以的话, 让我回家睡个觉吧。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, 只要照你的意思。 我不认为耶稣只是在这个时候, 忽然出现了自己的意思。 终其一生, 他或许常常的祷告, 主啊, 不要照我的意思, 只要照你的意思。 那么请问耶稣有没有自己的意思? 有啊。 他在一生当中, 所彰显的公义, 威严, 独排众义的那种形象, 或者是温柔医治, 赦免接纳, 他都不是用自己是不是被满足, 来作为他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指标。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, 不求自己的喜悦。 他自己满足与否, 并不成为他要实施公义, 或者实施温柔怜悯的指标, 他要寻求的事, 那是上帝的旨意。 求主帮助我们, 作为一个强者, 特别作为一个在信仰上的强者, 我们成为一个信徒的群体, 我们重要的工作, 保罗就是说, 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, 担待他们的软弱, 不要追求自己的喜悦, 乃要叫他们喜悦, 为了他们的益处, 这些难不难, 非常难, 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如此。 若我们是一个信心坚强的人, 让我们的信心表现在我们的祷告当中, 主啊, 帮助我们的教会, 也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。